接資料我們歡迎蕭伟 謝謝副總的介紹 那也特別感謝基研小組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代表整個青山的團隊 來針對去年度最熱門的 而且是花費我們公司團隊一整年在這邊 花了很多時間跟心理的崩塌地 那也學到了很多 那應該說不能說學到 那其實應該說有很多 我們對崩塌地位大的變形量 該怎麼來調查跟監測 還有一些我們後續要該努力的地方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團隊 那雖然我今天是代表來了 其實因為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跟把它做到有一些成果出來 其實都是整個公司 我們後面有很多人一起在努力的結果 所以今天的整個簡報的內容 其實是整個公司的團隊裡面所 貢獻出來的心理 那我阿里阿達整備五六十張的投影片 那其實我想辦法把去年一整年的努力 把它濃縮存不到一小時的時間 那可能不是講的非常的有系統 但我盡量把我們看到的 調查到了監測的成果 還有後續我們因為這個案子 可得到了省思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一下以後我就從這邊開始 那開始就介紹我自己 那我現在是青山的總經理 那也在台科大授課 其實就講破地工程的設計 事物跟一些地工的調查 那長期以來一直從 自從民國九十六年跟地調所合作的一些 台灣比較屬於大部分 我崩塌的機制調查跟觀測以後 有一部分的心力就在做這一個部分 也才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我們 有這個契機接觸到我們光滑這一個的計畫 那這是我簡報的內容 我分個五大項 那其實最主要 我想要對大家面對或拋出一個議題 其實第四個 就是我們面對它之後 怎麼來應變跟怎麼來應變 但是要提到這件事情 我勢必要把光滑的內容 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或者完整的一個的介紹 所以我會分個這樣來談 第一個是 先讓沒有接觸到光滑這個崩塌地的人 對他們地形地貌 滑動以前的災害歷史 還有我們調查的歷程做一個介紹 那因為從 後來水保局台北分局委託我們進來之後 就有一系列的調查的結果 所以我們對於它的地質條件 滑動深度跟活動性 再也不是價值摸象 我們就比較清楚的知道說 哦 原來光滑崩塌地 以前這麼的活潑 原來是怎麼樣一個條件 那接下來會進到說去年1月的時候 在無風無雨的條件之下 變波開始加速了 就啟動了去年一整年 所面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的一些議題 所以以下所做的 我不明要講一下說 在我們當初在設計合約的時候 其實設計合約並沒有料想到 風滑崩塌地會這麼快速的滑動 所以設計合約的時候 所以做了很多事情跟合約無關 但是為了說這件事情其實 要不管是滿足接下來的防災的需求 或滿足我們對未知 事情了解的渴望 所以其實還做了蠻多的事情 我以後會進進來講 那這是光滑的基本的資料 那卡齊是位在 呃 桃園市的復興區 那這邊有出來一個的光滑崩塌地 這他位在這裡 那我把集中在這裡 其實因為雖然說這個 西溝下流之後會會到大漢西 但是其實離大漢西還非常非常的遠 那有兩個很重要的其實就是 這條叫光滑濃路 是經過我們崩塌地的濃路 下方有條道路 這是主要的通行道路 他後面有幾個村落 主要是這個光滑的道路 這個濃路呢其實我們 崩塌地的經過濃路其實是 只有居民在柴果耕種的一個產業的道路 所以他斷掉其實並沒有影響 但是如果說一旦這個崩塌 影響到光滑道路的話 會影響到後面的幾個居民的這些 的生計跟他們的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這是他的地形的地貌 那很快速到結論裡面來 這個光滑整個光滑 這是一個去年空拍的一個照片 這是崩塌後的一個照片 那你從地上可以從地形的 坡度可以很清楚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上邊坡 所以我們常見的崩塌地的崩塌 在這個肚子現在有長的 比較有一些竹林的地方以外 他的坡度大概只有20到30度 但是過了這一個以後 這個坡度明顯的抖升 大概有30到55度 如果說我們單純就只有從地形學 往回推攤的崩塌機制的話 這兩個應該是不同的崩塌機制的 那這一張右下角這張照片 其實是日本在統計 所謂的坡度跟地滑發生的關係 大部分的地滑的坡度都介於大概是 20幾度到20幾度之間 很高的坡度跟很小的坡度 基本上不會有地滑的這一個的現象 原因是因為你很陡的坡度 其實代表的是你的地層強度是很高的 是屬於比較先進岩盤的 所以它會做其實是岩穴的崩塌 或者是落石 會有這種地滑的產生 其實坡度大概是20幾度 20度到25度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從地形上面來看 它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機制 但是合為一體 都是光滑崩塌地 我們從地形上面來看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光滑崩塌地 很明顯的這有兩條石溝切的發育 下面是匯集起來 就有一個漱口的地形 所以這兩條石溝在下方漱口 把它漱出來 漱漱起來了 然後往下滑 往下留這麼的光滑道 往下滑大安心 從我們開始調查的時候 我們先往回推 以前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蒐集了之前的 從民國九十幾年開始 九十幾年開始到現在的所有的 會發現早期的這條光滑濃路 這濃路 其實並沒有這麼的 光滑濃路以前就有了 漱口的地形以前也有 但是這兩邊的邊界跟光滑濃路 其實並沒有這麼大的 連平的崩塌的現象 但是你一直蒐集 你會發現這條濃路一直往下線 一直往下線 一直往下線 一直往下移 而這個漱口處的上邊坡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比較陡的這個地方 它的崩塌的情形一直在擴大 一直在擴大 崩塌的流行一直在擴大 這是怎麼從 這些影像口看起來 告訴我們出錢的結果 那就開始進行調查了 那因為民國107年 應該這麼講台北分局 其實在光滑濃路一直受到 當地民眾的反應之後 因為這邊做了三勤的農路 三勤農路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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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從107年開始的時候 台北分局就開始想說 這樣不是辦法 既然想要去治理他 就要好好的了解他 所以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地質的調查 跟監測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 這都106年 所以光滑不是我們去年看到才這個樣子 106年的時候 你看到現場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包括這些三勤農路的這些黨土壤 都已經完全的錯裂開來 黨土壤錯裂 這都是之前的情形 那這個崩海已經也很明顯 那我們看看調查的結果 中間這些有些細節 我就不在這邊多談 所以調查結果他分為幾個部分 他先進行傳統最基本的地質 地表地質調查 由公司的地質師到現場去做 地表地質調查 今年地質轉探 地電組的探測 UAV的拍攝 就最基本的這些東西 我們看到基本的東西告訴我們哪些完整的情形 那我們先看到這邊 在既有地質上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地層上面是這個黃色的斜線 這個它是八能層 八能代表其實是在比較在台北市 對不起 桃園復興區的時候 一個很很很很很 代表性的地層 它大部分是應葉岩 以應葉岩為主 偶夾一些板岩 或夾一些變質的殺岩 變質程度並沒有那麼的高 對應葉岩 那我們在地址上面有看到一條 一條沒有被標注名稱的背斜構造 通過我們這個崩塌地 那上面有個快山斷層 那因為是虛線 所以它其實是推測的 通過我們這坡中 這坡中其實有很大一個條件 其實就是如果說我們這一條背斜 真的通過我們這個崩塌地的話 崩塌地的位態 在我們這個崩塌地的上邊坡跟下邊坡 剛好是不一樣的轉折 不一樣的方式 那可是我們經過我們去做地表地質調查 結果發現 其實下邊坡基本上都是 潮溪請的 所以這一個背斜軸 因為可能是從外部去內插推測進來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研判 這個背斜軸並沒有通過 我們這一個的計劃區 而本身的這些光耗崩塌地的 岩層部分是屬於一個逆向坡的位態 那我們這邊定名地表地質調查 其實在我們在進行鑽灘之前 地表地質調是我們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就踏了所有這附近的 所有的地方 看哪些的地方 包括說 這邊上面的調查路線 包括說有光滑道路 光滑濃路跟下面的施工的便道 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因為在本來岩屑層很厚的地方 或直升很冒昧的地方 我是看不到本來的岩盤的 所以我們都要往外去擴展 下溪溝 道路 還有濃路 那結論大概也分了兩個 跟分區跟分區還是有點關係 比較靠近上邊坡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這些岩屑的材料 而且風化是很嚴重的 鋪蓋在坡面上 厚度這時候我還不曉得 因為我只看到表面的東西 而在分區二的這個地方 這邊寫標明D跟E這兩個照片 我們其實人不容易看到去哪去看 這是靠UAV去拍攝的 我們人有從往上爬 爬到大概D這個位置 有些部分我們上不去 是UAV來拍攝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其實下方已經是岩盤的 比較新鮮的應驗的岩盤 但是它的坡裂其實是 這些分裂其實是很密集的 大概是潮溪行鞋 跟坡橋是剛好相反的 所以岩盤是一個逆向坡 所以這邊有很大的重點就是 整個調查區域這麼大 但是我們不管是人員或鑽探機具 可以到達地方 都集中在比較光滑濃度 跟這個比較平緩 到二三十度的道路 這個比較陡的地方 其實人是很難到的 所以我們藉由UAV的方式來拍攝 那這個也是影響到 然後後面很多調查跟後續監測 因為它的陡峭 而讓我們無法去人員去安排的一個 前面上一個限制 那這個比較地質一點 就山體變形的特徵 其實這邊也有看到一些 山體變形的特徵 就是它的這些地表 看到一些P裡面 有彎曲跟破水的情形 那因為有彎曲跟破水 所以就地下水分布的情形 就會跟這個有點關係 OK 這邊經營地質的轉探 總共做了 最早主要是有兩期 後來就因為 大概機子已經知道 就沒在繼續往下做了 那灰色的部分是第一期做 你看 對不起 坐在農路上 第二期做是開始往下道路 往下去走 往下走 下方這一個其實 因為很難轉探 就靠UAV去 輔助來說明 最深的轉探的深度的到80米 我們來看結果 為什麼 當初這一個轉探的深度 會跨它到80米 那其實我們是從上野降師的這一個 跟我們在地道所的合作的研究計畫裡面 我們把台灣的案例跟日本的案例去把它 混合在一起 之後我們推了一個情形就是 一般的滑動的 滑動的深度 跟你一個分他快點的寬度 這個其實有存在一點關係的 到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左右 那光滑快點寬度大概160公尺 那所以從這個公式來推翻 它滑動的深度大概有15到50公尺左右 所以我們規劃的比較深的轉口 起碼要超過50公尺 我們不希望我們轉探做完之後 調查做完之後 比較深的滑動是我們沒有去掌握到的 既然都要進去做一個轉探孔的決定 其實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這 就在波幅的地方最深的地方 深度啊就抓到有抓到80公尺 好我們看到轉探結果 很明顯的是上面有個油層岩穴層 它下面是岩層岩層岩層其實就是 為什麼把它叫岩層 其實從這個地方 我們並不容易的去清楚分出來說 它是因為岩盤的風化 或者是因為崩塌所造成的 還是曾經有水帶來的堆積物 但是它的組成 其實是一些鬆散軟弱的材料 有岩層岩還有家是在土壤 它的厚度呢 基本上頭部的地方 稍微比較 severe 淺一點點就是濃的地方 因為他在比較崩塌的頭部 坡幅的地方到達有40公斤 所以這些很軟路的材料 曾經有40公斤 鑽探各種東西 也曾經產過一些貪孔的行星 那下面就研盤 可是這個研盤 從我們這個照片二的這段來看起來 他並不是這麼完整的研盤 他P里非常的非常的發達 局部的深度裡面 除了有變形之外 這邊我有看到在30幾米的地方 P里發達之外 他還有很多的簡列帶 很多的簡列 這些P里都有一個彎曲的行星 可見得這邊的研盤面 曾經不管是受到外力 不管是崩塌 或者是構造的作用之後 讓這邊的 研體產生了破裂變形的情形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他的地質模式可能分為兩個 一個是上方這一個 我們可能40公尺左右 深厚度這一個沿穴層 一定是他的奔華的滑動的深度之一 而且應該是比較活潑的 但是因為這些比較下方 甚至到七八十公尺以下的研盤 他都有產生了這些破碎 曾經被勞動過的 不是完整的研盤 所以我們不排除 這一個下方的研體 是造成 對不起 這下方的這一個的 研體也是要滑動面之一 所以我們都推了這樣的地質模式 這是一張剖面圖 穿過我們這主要的滑動面 上面的厚度 其實都是一個很淺薄的 對不起 上面的厚度其實都是沿穴層 但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下邊坡其實看到一些沿穴的 沿盤的出路 所以下方的這一個 分區塊體2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破碎的 破碎的沿盤 整個是一個逆向坡 那我們看看滑動深度的調查 因為做完之後全部都有裝 測勤管 那這次滑動出來的結果 我們裝完之後一到兩個月 沿穴層這一層很快就剪斷 這一孔2BW5米剪斷 18至1比較靠下面坡一點點的 在25米地方剪斷 這個80米的這一孔 最下方的這一孔 然後在27米的時候剪斷 所以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邊的沿穴層 大概有接近40公尺後 但是他在2527米的時候就剪斷 也就是沿穴層 其實是一個 很造成目前很活潑運動的一個城市 但至於比較深層的 我們剛剛推判的這一個 研盤的材料 不曉得 因為我們很快速在上層的時候被剪斷 下層其實並沒有調查出來 所以這邊其實是被打一個問號 那在做我們這件事情 就有活動性的一個觀測的結果 剛開始的時候做其實是用人工觀測來做 就是測勤管 GPS 人工人工定期來仰測 要測影像的分析 那比較靠近中後期的時候 因為要把 因為知道這邊的很活潑 所以就把一些預警防災的概念給它導入進來 所以自動化為主 剛開始的自動化其實都是用接觸性的儀器的 就是地表生收集孔會生對這種比較 早期廣為人質的接觸性的 那比較靠後期的時候 開始導入一些非接觸性的 因為這些接觸性的 維護 跟 維護上是相對比較不容易 所以後期導入一些非接觸式的 就是像GPS跟 攝影機 我們看一下這些的 從初期到後來來觀測的結果 把它分為兩個階段 190年到107年 這邊我們推法其實是因為水保局 其實是在108之後才開始有 106 107才進來 所以90年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靠的其實是靠什麼 我們靠的是衛星影像 去比對之前做的濃度的位置 產生出來的 會測出來的結果 後來開始這些進來之後 開始107開始調查之後 這後面的監測結果其實是 開始有實際上面的地表的監測的結果 然後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109之後 因為這邊曾經做過一些治理 治理的方式其實就是做一些 地表排水 做一些地表排水跟地下排水 所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被減緩下來的 怎麼比呢 整治之前濃度的位量 大概有190 同樣的降雨條件 其他可能一場 災害事件可能會有 大概兩公尺的位移 那整治之後 位量還是很大 開始它是慢慢有被 縮小下來大概有接近 一場大概有90公分 左右 但是正在做的過程中很不幸的 在去年1月 其實那時候還在想一些分歧自己的方式 想要跟他搶時間 那很不幸的在去年1月的時候 其實就 開始加速了 這是加速的情形 那 我們也知道說我們局裡面的案子 其實都是12月又結案 那12月結案之後 其實新的案還沒開始 還在評選 還在下 還在下一個階段 那 可是因為我們是前一期109年的廠商 所以其實在 沒有合約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 這些系統上面都一直持續的在 在運作 那1月中旬到下旬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是冬天 並沒有嘗試的下雨 但是持續在加速 所以因為持續加速的情形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沒有合約 但是我們 有主動提醒這件事情 繼續往下執行 應該關注的義務 所以我們主動的發了一個備忘錄 提供台北分局 說 這邊的就有的監測 其實看起來 他有加速的現象 那就啟動了所有 因為知道1月多少還沒過年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趕快啟動了跟台北分局報告 然後不管是局裡面 或者召開了很多的專家學者的工作的會議 就開始協調各式各樣的分工的合作 那以我們公司的團隊 我們過年 幾乎就那個過年就泡湯了 過年期間都在值班 而且本來以為過年值班後就很快結束之後 結果後來常去 這個監測的值班 每天值班持續到半年以上 所以這是一個人羊麻煩的過程 不只是青山 包括台北分局 包括局裡面的很多的 相關跟這業務相關的同仁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之前的結果是怎樣 110年1月之後 之前每天都會有變動 之前 如果平均的每天變位量大概是1公分 一天大概是1公分 在110年1月之後啊 每日的變化量大概是10到20公分 10到20公分 當然這個不是很精準 是怎麼樣 現在那因為變化很快 持續有差不多半年左右 所以因為變化量 變化的速率快 所以本來要接續辦理的工程之後 全部來暫停的 把它改作為是做什麼 做預警 做防災 做原來 這在台灣其實是一個很蠻 特殊的案例 那我們先看看 因為 UFP拍攝的結果 這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只要是比較空拍 大概都是台北分局來拍攝的 分為幾個 那這只是秀出來而已 分為左側的濃度 頭部跟右側 因為這個是我們 最常會去比對的一個 區位 那可以看到頭部啊 這些的之前的噴漿面 頭部的噴漿面 一直被拉裂 從10月還沒有開始產生 劇烈變化之後 到4月之後就整個被拉裂了 中間這一個 右側的濃度這個擋土牆 從12月到3月的時候 就被拉裂了6公尺 左側更誇張 左側也是 就是從這個被拉裂的3公尺多 所以整個崩崖都是往下線的 所以這個破壞 其實目視可見的 他就在破壞 那 我剛好提到說 我們整個的 那個工程都停下來 轉為做的其實就是 監測 防災 怎麼做預警 所以我們面臨這麼大的一個 活潑運動的崩塌地 這其實對於儀器的耐久性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考驗 那青山其實在金潤 在山坡地這塊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那這是我們目前為止 每次的變動量是最快的 所以以前用的老 不要說老招數 你也用的這些的方式 其實都不是很適合在這裡 但我們努力的克服了 等一下我會講 我們克服的一些的過程 那當然知道 傳統式的儀器其實就是類似這種 最早 日本很喜歡用地表伸縮機 在不動點跟這一個滑動快點之間 拉一條線 去記錄它的變化 那我們來看看 最早這一個 地表伸縮機做出來的結果 他其實做很久 從我們計劃開始接的時候就開始做 那剛開始穩定性都很高 穩定性都很強 那這是一直到去年 110年6月的結果 從一個地表伸縮機 記錄它總共 為了14公尺的一個很完整的結果 這是一個很珍貴 在這滑動中一個很珍貴的案例 但是這個珍貴的案例 其實並不是一個儀器都不理它之後 就可以量測到14公尺的位量 不是 因為變位量很大 那我們知道地表伸縮機是有限式的 他靠一條鋼索在拉的 在我們設置鋼索的變形之前 我們從沒想過 第一次設置 我們從沒想過 他最後有一天會為了14公尺 那常見的這些鋼索 鋼索是一回事 你要記錄變位的這個像LVD2變位計 他了不起都是一公尺兩公尺左右 一公尺兩公尺 在當初的光滑崩塌地 在極速滑動的時候 不到一個禮拜 他就 就超出他的量測範圍 所以我們的工程師就像這樣 工程師就要到現場去 去把他的線 就像我們在 在接線一樣 把本來一條線再把他接續 再把他接續 拿人工去接續他 那資料 因此因為你用人工接續 所以資料就變成有一個 有一個重新 開機的過程 重組的過程 資料上面的 連續性的 就有些時候會中斷 這對於仿災其實不適合 因為你需要靠人工的方法去 做這件事情 那當在做的時候 以我一個公司的負責人來看的話 其實我是很難下這個決定的 因為你看 這是一個活潑從未運動的 崩塌地 我需要派錢 我的工程師到現場裡面去做接線 做這些人工接續的動作 那他們所冒的風險其實 是非常非常大 人員的風險其實是 非常大的 那所幸我想也是老天保佑 不管是整個崩塌地 或者是人員其實在這邊沒有受到一個 比較不幸的一個事情的發生 這也是 面對這個崩塌地的 給我們考驗 這個過程中 其實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損失 這是很謝謝老天爺 那維護不義 那我們有沒有其他可行的儀器 他雖然紀錄了地表變形的狀況 但是有沒有其他可行的儀器 那我們就是回顧這些 常用的在坡面上監測的儀器 它除了有邊坡上面的地表上面的 地表伸縮器 他也有在孔內裡面的這種孔內的伸縮器 我們就看到這件事情 就一個 講坡體運動的人想要了解機制的 研究的方式 都希望是量測的東西 並不是只有地表上面的變形量 而是在滑動面的滑動量 我們一想知道滑動量 但是滑動量裝在地底下的這些的設備 例如傾斜管 剛剛有提到 都撐不到半個月一個月 就量到數值 就斷管了就不行了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那我們就用了孔內伸縮器 在做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調整 那他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在一個穿過滑動面的地方 我有一條固定長度的鋼索 那因為這是不動的 當我鋼索被在拉伸之後 我這個上面這個 動點就會產生一個相對的位量 那這個相對的位量經過換算之後 就會推得出來這個滑動量 那其實這一個儀器 以我們公司的眼 其實做了很久 我們對於他的 在怎麼樣的條件上最適合安裝 在怎樣的數值上面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做了很多的模型的試驗 那現場有做了很多裝置上面的改變 我們對他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這一個 初期我們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他很多的訊息都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但是他還是有侷限性 那我們先看這孔位伸縮劑 我們就裝在這一孔上面 這一孔裡面 因為磚孔已經做完了 那我這磚孔比較浪費 所以把這個磚孔做完 他也得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矛定段 矛定段固定在地表下來 50幾公尺左右 那因為會繼續變動 所以我很清楚可以知道這個滑動 的面 所推出來的量體大概有多大 這是監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從這個孔從2020年9月 到去年的2月的編位的結果 要跟各位先報告一點 這個量的不是地表的 他是代表的地底下的那個滑動 沒有上面的量 這是要把它做成自動化 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孔內伸縮劑經過一些設計 之後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他一直在編位 這時候量測起來 都會覺得他很穩定 一直持續編位到這個時候 但是 必須說孔內伸縮劑 他也是一條用鋼索上去拉伸的 跟地表伸縮劑是很類似的 所以他拉伸量也是有極限的 所以當你的overrange之後 他的維護上更不容易 所以我們大概累計大概4公尺之後 電位量之後 那就很難再接續 所以他倒是 這個去年的2月多的時候就 就停止他的功能 因為電位量實在太大了 那我們就會看到是說 地表在這邊 不可行 維護困難 孔內伸縮劑 也不太可惜 因為他的維護上面跟接續 他有他的兩側範圍的局限性 如果說我可以藉由一些非接觸性的 非接觸性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這樣的兩側範圍 就可以無限的擴展開來 所以就這邊就嘗試著用 從GPS跟空拍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邊就 也做了GPS 那這張圖應該是 這次我們做的 那我們做了一些GPS的放一些 那GPS其實 找到一個適合的點放在崩塌地裡面 其實他兩側的放的還蠻好的 但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GPS的他的 費用其實還是比較高 而且他的即時的解算能力 跟即時解算的 RTK的解算出來的精度的 代表性 他還是有一些在提升的地方 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GPS做出來的結果 直接把它作為 比較 呃 怎麼講 比較 OK 我從來 如果說我把GPS作為說是這種很大 大規模的變形 變形量很大的話 OK 但是比較小 範圍的變形量的話 他的精度上面 還是有帶商榷的地方 那這次GPS做出來的結果 那這邊也做了CCD的攝影機 就是用露眼的方式 來影像的方式來觀測 那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 我們只能用露眼看 然後並沒有去 以這個計畫而言 還沒有進展到說 呃 雖然影像是自動化傳輸的 所以還沒有進行到 呃 這些自動化的 自動的做影像的判施 這是有待於 後續科系上面的進步可以來做的 因為影像 經過一些判施之後 它可以作為是一種定量上面的解析 如果可以做定量他們解析的話 我想這個就很大的一個 一個對防災器 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因為它可以改變很多 我們對地表上面 看到的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明確量化的這個困擾 那第二個困難的題其實是下邊坡 那在 發生崩塌事件以後 一直有個討論就是 不是只有 比較我們人道道的坡頭這個地方 有變形 坡紙這個地方比較陡膠也有變形 所以整體的活動性要一起看 所以那個時候為了一起看 下面其實很難繼續設置儀器 所以就採用UAP的航拍的方法來觀測 它的大範圍的變化 那這是一個疊加的圖 好 那這邊也是水寶局這邊做應該是 防災中心做的 就是他用 空載光達的方式 做了幾期的空載光達來分析它的地形的 變化 這是地形他們的分析 做出來結果 然後丟給我們之後 那我們去把它給整理出來 這一樣的 分析的上面的 的結果 那可以看來很大分的 上面是一個紅色的代表 藍色代表是下降量 就是高層是下降的 那它是RIDAR 它們下降量 這邊高層是上升的 尤其到比較靠近 越來靠這兩條石鉤的地方上升量 其實是更大的 最高的到17 10幾公尺 10幾公尺左右 分別就是各個時期的一個 RIDAR的地形的變化 那可以分為兩區來看 那我們就從這兩區來看的時候 會回饋它的分析的機制 這是我們的研判 那 因為 分區二期是個破碎的研判 它跟分區一的滑動 地質組成的不同 所以我們後續的解釋是因為 分區一的滑動快底 發生之後 去往下下壓 它擠到推幾道分區二的比較陡的邊國 所以這兩塊應該是分開來兩個的 滑動的快底 這是我們推測的結果 但是因為並沒有辦法用 測勤管或等等 直接在分區二作為實證的驗證 所以這個是有待後續 有研究的方式的時候 再來看待這個的結果 那 其實我們常被那時候常被問到 就是 光滑崩塌地 什麼時候會下來 因為這跟仿債有關 會下來多少的量體 下來這些量體之後 它可能會漲成會 影響範圍會到哪裡 所以我們一直被問到這問題 所以我以下講的 其實大概就是跟這個有點關係 那 這是一個崩壞的 我們很常見的一個崩壞的一條 曲線 會經過潛變 定速率滑動 加速潛變之後會產生破壞 那也就是 那我們一直把光滑那個時候認為是 在我們在 110年去年1月之前的話 是定速率的潛變 一天大概是 1公分左右 1月之後其實是加速潛變的 所以那時候很擔心 就是當你的速率 進展到無限快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破壞的情形 那可是後來停下來 我們不要再講停下來 那所以在 時間點回到那個時候 它還在加速的情形之後 我們就蒐集了很多 類似的案例 所以包括說日本高廠商這個地滑區 它的滑動深度也在風化成 跟我們這個案子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那時候就從這個案例想要回推說 我們破壞的速度大概會投壞 所以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破壞的速度大概是 破壞的時候 大概是 一天大概72mm 也就是一天72公分 720一天72公分左右 那麼回過頭來看 回頭來看 這是一個參考的文獻 就是說一天其實大部分說2公分 10公分左右就是要到 趕快撤離的階段 那麼回過來看光滑 那時候到底每一天最高的速率動了多少 早期的時候我們很保守 初期的時候很多很保守 因為那時候都覺得這個其實是 要趕快做預警防災 做很保守 所以那一天只有定在1公分 黃色警戒就是黃色警戒定在1公分 那後來其實經過回饋之後 他把地表申收件 就會一天定到9公分 那這也是 剛開始紅色警戒動到一天到7公分 這是從我們剛剛高廠商的案例 還來回推的 那後來因為 太多的事件發現 我們超過這個一天7公分的時候 其實現場 並沒有產生 嚴重的 像破壞一樣的方式 所以後來就 經過警示的調整 把它調整到 一天是18公分 地表申收18公分左右 這個合不合理呢 我們就從這次來看 那那個時候經過 一個煙花颱風 有經過煙花颱風 那煙花颱風的時候 我們就去觀察它的 變位的速率跟變位量體 這些的去回推它 我們發現 如果說我們把位移量定在 警戒指定在一天是18公分的時候 它離最大 就那場事件 觀測到最大的這一個量 還有一天的變位量 也就是這場煙花事件的時候 我們 一直在 推算它的變位速率 曾經到一天有17公尺左右 也就是我從一天的這個一天的變位量 警戒指到達這個17公尺左右 這個還有一天 大概24小時的應變的時間 或我們把這張破壞的時候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其實是應該還合理 所以後來就經過這樣的 的建議 所以應該經過我們比對之後 那應該 把一天的變位量當作是18公分 當作是警戒指法 還不至於反應過度 那時候其實一直在 一直在執勤 一直在做防災 一直在做應變 跟我要再做防災的應變的處理 人員的損耗 要做一個平衡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是應該不至於過度的 反應過度 那我們也去 會再繼續問 除了變位量之外 能不能藉此去推雨量 所以這邊也是推的 有一個代表性的一個水壓劑的一個 水壓的一個壓力 跟代表性的雨量 那最後議題其實是我沒有答案 但是是那個時候是最困難 或是我們以後我想因為紀元小組 所以後續藉由我們這個光滑 可以給我們哪些的 我們暫時做不到 但是以後 或許可以做的一些 省思 那大概會是這樣子 這是幾個的問題點 他其實地形上面的困難 我們調查上面其實並沒有那麼完整 因為我們一直 集中在比較靠 我們所謂分區 比較潑頭跟潑腹的地方 下方 一些其他 像林明良老師董家勳老師這些 他們規則認為下方其實是 勢必給調查的 但是他的調查是 實際上是有他的困難度 可是除了地形上面的困難度之外 再來就是他的活動性也很高 活動性很高 因為調查的手段裡面 其實有一部分是從監測的方法 觀測的方法 去取得我們調查資料 因為活動性很高 你在設置這些觀測的儀器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的測勤管 我裝上去之後 我潛比較十幾二十米的滑動面 就把它剪壞了 不要深層我其實我看不到 那怎麼辦 再來就是就一個實際上執行的單位 就像台北分局 他其實沒那麼在乎這個機制 他在乎其實什麼時候會破壞 我該產生什麼樣的預警 跟如果產生之後 我的崩塌量 你跟影響範圍會到哪裡 你勢必得告訴我之後 我才能做這樣的預警 這是主辦的 這是實際上第一線的機關 所謂實際上面對很現實的問題 再來其實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我跟你講大家也都知道 光華在去年下半年之後 很乖巧的就不再滑動了 當然我們有做過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分析 有做一些 然後為什麼不再滑動 等一下我回來提 那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當初是沒有預估到的 那我們能不能再去用分析的方法 用什麼方法來預估到說 原來他的滑動的速度 或滑動的量 到了什麼階段之後 會遇到地形上面的阻礙 所以他會減速下來 我們事後諸葛可以回去看這件事情 有沒有機會在以後 類似這樣的地形表現之下 我們可以提早判斷到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看看先這幾個議題 我們都一一來解釋一下 那第一個地形的困難 那這是我們提出的一些 從這邊我們給自己的顯示的方式 就是說 目前這些人力不同意到達的地方 那因為用點雲分析的技術 其實是可以取得這些不連續面的一些 位態的 那這個其實有很多做地址的老師 其實在一直在努力的 這部分的研究跟嘗試 我想這個是很有機會可以 提供到這個 的 對地表人力代替人力去做一些地表地址調查的 另外再來其實就是 有沒有藉由一些 掛無人機去掛載探測儀器 或者說 例如說空中電池的這種 地球物體的探測的方法 去找出說下邊坡 的一些問題 不要抖消一些問題 這也是後續可以嘗試的 那我們看到 日本進來有一些資料可以做到這些的事情 那再來是活動性很高 那 怎麼來監測 怎麼來做防災的 預警 那這是一個辛苦談 我們剛開始 在太平盛世之前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維護的頻率 大概是一個月 已經兩個月一次 後來比較快的時候 我們變成一個禮拜一次 兩天一次 那所以變成是 維護的人員會疲於分明 一直到現場去 維護人員要冒著生命的風險 到下到崩塌地裡面 去做這樣子的維護 所以它看起來不是一個 它可以是一個暫時性的做法 但是 時間過了之後 它其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做法 可以在那裡做的 所以 這是我們要怎麼來監測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用過的 這邊在光華曾經用過的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表 這些地中的觀測儀器 傾斜觀測管 或者像 很熱門的這種 可以做自動化 連續量測的SA或IPI 它的 在活動性比較低的地方 時候 它做觀測用其實是很好的方式 但是 當邊坡已經進展到 接近破壞的階段的時候 它其實是 它的量測的範圍 是不足以應付這件事的 孔內伸縮劑應該可以 但是它受限於你的變位 那個頭部那個變位劑的 形勢 它還是有它的限制 地表型的 它相對會多一點點 地表型的 但是要維護上面是比較困難 GPS其實 從目前的射算結果 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它的通識跟解算問題 會限制它的應用 UFV 可以來做 它可以得到一些並行的資料 但是它沒有辦法做自動化 所以如果說UFV可以有個自動化 往上飛 解算的自動化 它是一個預警的好方法 但是目前其實是這個 技術跟研究還沒有被發展出來 那當初也考驗到地面光達跟全側站 地面光達 但是因為這邊有通識的問題 所以這邊基本上在這邊也不可行 所以零零裝裝加起來的時候發現 其實它並沒有一個萬能的方法 放到這邊 其實就可以一起來 試用的 早期用這件事可以 所以這些觀測儀器的選擇 其實跟你的變位速率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速率比較小的階段的話 可以採用這種精度比較高的儀器 速度比較尬的時候 其實你要採用 其實是精度沒那麼高 但是最預警防災 其實是可以用的儀器 甚至是有些是我們目前的科技 或研究還沒有發展出來了 有帶我們後續來努力的 那第二個被問到問題就是 趙偉啊這邊什麼時候會破壞 然後被問到什麼時候會破壞 那我們找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日本的很早期就很 不然是摘腾法 或者福利會法 就是講這個事 他其實講的話很簡單 就是當我的變形到無限大的時候 就是破壞 所以他用一些數學的方式去推測說 什麼時候我的速度會到無限大 無限大 他就叫破壞的 所以都是在推這個 不同的方式推起來的速度 推起來的時間都有一些差距 所以這個的研究進展 其實到目前並沒有很完整 那如果說我們從光滑崩塌地來看的話 看起來是不適用的 因為當初都有推出一個破壞的可能時間點 但是光滑最終的結果其實是沒有破壞 可是這跟它地形上有點關係 這等一下我會來解釋 那會被問到其實還有一個 你股口下來之後會有多少的量體 所以我們這最 最簡單的方法你就是用平均的斷面法 我知道你的滑動面 我的地質模式可以推出一個滑動面 我可以用切片法 去切出來之後你的量體就多少 平均斷面法 那這個方法我認為是相對是比較準確的 那可是如果說我們有一些設備 對不起有些觀測的 其實調查的資料沒放這麼多的時候 它是有一些可以用晶面方式來 推估了 可是這個算起來其實是這個 可能有差10倍以上 那 第二個會被問到就是 我會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有些經驗法可以做一個崩塌地 那經驗法可以做 但是所有的崩塌地也看起來 我有說以蔡博士這一個 堆積的這個寬度 這個不是光滑的地形 光滑地形下方形是漱口 這個是像秀卵 秀卵這種 下方是一個開闊型的 可能是一個河道 是一個開闊型的不是我們光滑這種漱口的地形 所以這個經驗法則的這邊 目前並不能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模擬一下就是 好吧 那我們用RAMS 用這種去做一些近況的 對不起 做一些模擬 那模擬 去模擬說 一旦我這個話題下來之後 經過漱口地形 那經過這些的重力之後的推擠之後 可能會到哪裡 那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模擬 你就變成一個很多的參數 要去取得的比較準確 那 這個也有看經驗越多的時候 這些 有一些參數其實就可以模擬的更好 那這是我們之前 模擬的結果 我們認為那個時候在 影響範圍會到 光滑道路 那部分會到三光溪的直流 但是不至於會 一直流到大漢溪 這是我們當初 推了出來的一個模擬的結果 那其實最終期是沒有大回眸的 為什麼 很多人在問為什麼 停下來 那必須說其實漱口狀的這個地形 其實是給了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我們這次事後再去做一些 研究 AAPO面其實是右側那條坑溝 那我們可以看到地形圖 以這幾張圖來看起來 其實 他在開始的時候 整個 因為下 分區二其實是一直被堆積 極然後就是往上衣往前推的 推的時候坑溝的另外一邊 其實是一個高起來的一個地形 被推了之後呢 其實就頂到了對岸 這些量頂到 了對就像波值壓軸 頂到了對岸 所以最後的結果 你看最後的結果 其實就地形上面 整個下面玻地形上變緩了 頂到對岸 不管是右側 或左側 都有這個情形 所以我認為是因為這些的 坡值產生堆移之後 退到對岸的散播之後 提供了他的抗力 讓它減下來 所以一樣的情形 如果是放在比較開闊型的 崩塌地的地形上面的話 他結果不會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沒有一個前面的坡 可以讓他像紙布一樣 可以讓他頂住 所以這其實是前端 其實是光滑這個特殊的地形 造就了這樣的結果 可是我們當初在做這件模擬分析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有一天會頂住 而讓我們的位量會減緩 最後整個光滑目前幾乎是停下來的 OK 那以後有沒有可能再加速 是有機會再加速的 是有機會再加速的 那目前我們其實是更大的降雨市價 會不會加速 其實是我們還在密切的 密切的觀察中 因為煙花颱風其實就有這樣的情形 那 最後一個簡報 其實是我們跟楊國新老師的團隊 有一些取得一些資料之後 經過討論之後有一些 研究 那他們其實在講的就是 降雨事件之後的一個情境上面的模擬 那這邊是會這樣提到 我們怎麼去分析 這些崩塌的土體之後 運營的情境 降雨下來之後 他經過崩塌的時候 會到怎樣的情形 那因為這個崩塌量體 對不起 因為他的位量很大 傳統有限延速法 有限差分法 他是處理小硬變的問題 那 這是楊國新老師用物質點法來做的 他是可以模擬比較好 他是在 在有限元素把基礎之下去做的 分子發展出來的物質點法 還模擬比較大的變形量 那這是要模擬的結果 那目前模擬結果還不錯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最終停下來的結果 把它停下來 把它停下來 模擬的結果其實跟我們推測出來 這個很接近 他有一個滑動面 這個滑動面大概就是我們比較活潑的滑動面 滑動面往下推擠之後 推到分區二的這個結果之後 產生第二個滑動面出來 所以什麼地表看起來是一體的 其實在底下其實是兩個滑動面 那這推出來這些運營的結果 頂到對方的這個堆積於三個 頂到對方的這個凸起的這個小山坡 最後整個的位量就被停下來 所以這個模擬的結果 目前這個模擬的結果 是有解釋到我們目前所有的 監測出來的數據 但是這個案例能不能 類推到其他案例 那這個是有待於說 楊老師或者是其他的團隊 在模擬上面的一些進展 好很快到結語 那其實今天的整個報告 並沒有想要說把光滑 或什麼東西講得非常非常細 我想時間上面 可能也有一些限制 但是想要引出來其實就是 光滑他有一個特殊性就是他的地形 有這樣的特殊性 那也好有性的其實就是他給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測驗 就是在這樣的大的變形量之下 我們有哪些的調查或哪些的觀測技術 是有需要我們再來提升的 來應付下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光滑 因為下一個有一個發生的光滑 他的地形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他不見得會被 減速減下來 下一個光滑 他可能不像這個我們的光滑 光滑崩塌地一樣 他沒有這麼明顯明確的保全的對象 可以讓我們來做這件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好給了一個 我們在面對這樣子的 快速分滑的案例之後 那給我們作為後續的參考 我們不曉得下一個光滑 會不會這麼好 下一個光滑什麼事要來 那所以後續其實是有待遇 坐山坡地的 不管是學界 然後回到紀元小組這樣子 或是我們在實際執行的顧問公司 一起來努力的 好這是我今天的 報告也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